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 蕭牙普夫 蕭牙普夫 我們搭配這個蟻王 搭配蟻王這個 梅洛艾姆 的部分 他搭配蟻王的時候 最左邊的兩隻梅洛艾姆 自身回復提升兩倍 隊長跟戰友 所以就已經兩隻了 通常蟻王我們放隊長戰友 兩隻就OK 那他是提升回復力的部分 我個人的看法 他搭配蟻王還好 除非那個關卡是需要回復力的 不然其實他搭配蟻王 我可能不會放他 我可能不會放他 但是 他如果放進妖精隊裡面 好不好用 注意看喔 CD8兩回合 兩回合 將隊伍成員屬性的符石 轉化為妖族符石 所以簡單來講 他就是你隊伍當中 妖精 妖精注意喔 妖精只要放他對不對 你那個屬性 反正你是放什麼妖精 什麼妖精就會 那個珠子就會轉為妖族 妖族符石 種族符石的強化 背禮這邊有給各位 這個算好了 1.9到2.16之間 所以平均大概是兩倍左右 兩倍左右 兩回合兩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每消除一個妖族符石 可以減少10%手術傷害 消除8顆可以減 就是1顆10% 8顆80% 所以等於是增傷 又減 減傷 增自己的 增攻啊 增攻減傷卡 增攻減傷卡 那個減傷80% 那個 那個是很多欸 但是你要注意一點喔 請注意一點喔 這很重要喔 那個減傷的部分 因為他是消一顆妖族符石 所以你第一回合消掉的時候 下一回合他不會再 下一回合 欸 還是會轉欸 欸 還是會轉欸 我剛剛以為他下一回合不會轉 他說每回合欸 喔 下一回合還會再轉欸 兩回合兩倍 大概兩倍的增傷 又兩回合80% 大勝減傷 這個刷 這個我肯定刷 聽得懂嗎 兩回合大勝減傷 又兩回合兩倍增傷 欸 不好找欸 重點是他開出來的技能 是有幾個狀態 搞不好可以拿來玩 玩推的喔 懂我意思嗎 這張我一定刷 那是刷複製人的話 嗯 我個人沒有很建議 我覺得沒有很建議 因為這張卡是拿來活用的一個 功能型增傷減傷卡 對 就刷一張啦 我就刷兩張 嘖 是有一種特殊玩法 供給大家參考 齁 刷個四張 你知道 然後兩回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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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一直減傷 啊增傷兩倍 懂嗎 這也是可以參考 可是妖精 這樣來講爆發會有點弱掉 所以我沒有很很推薦 我沒有很推薦 所以我自己看法還是一張 那玩複製人是娛樂隊的玩法 了解嗎 啊妖精是一次的那個隊長技就不用看了 生命力2.5倍就不用看了 懂嗎 那搭配雷 梅魯艾姆我剛剛有提到了 梅魯艾姆我 我應該 未必會放這張卡 因為它 它是放在梅魯艾姆裡面 它會幫梅魯艾姆 增加回復力 但是梅魯艾姆的三位很漂亮 至於梅魯艾姆的影片 我已經有上傳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這張卡我是一定會刷 比前面那兩隻好多了 真的 比前面那兩隻真的是好多了 我這個這個就 嗯 嗯 欸欸欸欸欸欸欸 各有好處啦好不好 各有錢就了 善用手動卡牌發揮最佳效益 我是平白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 嘟 對 妖精隊滿優的 增傷就減傷 很優 對啊都是殺射 啊好重要 不一定喔 減傷效果80% 更新是兩件事喔 不一樣喔 這個什麼 不一樣喔 不一樣喔 不太一樣 對對對 看關卡看關卡放 看關卡沒有絕對的 沒有絕對的 放三張對 不錯不錯不錯 但是妖精的那個 柱子要夠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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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